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拍照发朋友圈围过 然后好多朋友都问我在哪来的 当时我就觉得这也有一个市场 我就自己没试一试吧 2019年毕业以后 创立了这家工作室 身边的朋友大部分都是在体制内 我就觉得男孩子就窗一窗 大不了失败了 先剪这个吧 我们做这个绿色和白色的吧 颜色太多了 目前的话在2万以上的款式 舒适度 方便度 这方面我们考虑的比较多 做一些基础类的话 需要三到五天左右 我们要除高图案的悬扬 调色 还有它的一个形状的一个裁件 最配时间的就是图案的选择 必须要注重它的对齐 还有这个颜色的搭配 我们可能对这个画纹进行一些改量 一些调色 调碗色的 然后改量后的图案发到 在内地合作的行则 然后他们印划过来 差不多需要一个月左右 所以最终定心的话 是需要反复的修改 对于我们来说 不可能说百分之百的最完美 大部分客户满意的话 我们也会高兴 太好天了 谢谢 我们现在去补料市场 去看新的补料 作为一个处理人 它的设计原料的采购 还有它的做共 平派的一个原因都要参与 毕竟我不是专门学服装转业的 衣服的原料的选择 有一些的不知道的地方 可以了 这般好看 比较稳重 2020年的时候 借了一个大单子 有一个开服装店的老板 想进我的货买 我给他发过去了 然后那个客户很不满意 因为这个补的棉料不是很理想 太普通了 当时我就不知道怎么跟他讲 回来以后网上查阅资料 去看了一些棉料的相关的专业知识 一会儿以后我去广州那边去看了布料市场 选了一些品牌的棉料进货 升级以后 我们销量提高了很多 回头课也变了很多 我想都是第三次过来 亲自装呀裙子呀 还挺喜欢的 就是外面没有 所以今天又过来做裙子 还把我姐姐给带过来 2021年5月份 我们去参加 High Call 首节大部会 我们带的衣服不多 就带了几十件过去 开业的第一天 就好多人都想要 然后我就怕那个美光了 没有衣服沾湿了 然后我们让顾客加上微信 就第三天的时候就很多美光了 回来以后 零售订单 特别都就排到七八月了 我每天的工作还是挺忙的 晚上一两天呢 三点钟左右才下班到家 就是订单比较多 当天跑不过来 我就加班一个一个的看 一个一个的包装 听这音乐做这些事 我就不知道天快凉了 我热爱这个自己的这些创业嘛 我就觉得没有太大的累 我目前工作室有八个采缝师傅 他们那些时候都已经结婚 有孩子 可能会压力比较大一些 但是来到我们这个上班以后 我们给他的工资是一个提成的 他们也赚钱 我们也赚钱 看到他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 我就特别高兴 家里人支持我创业 我老婆帮我当摩托嘛 他在语音方面 宣传方面对我的绑住比较大 可能在这些方面 会让我更有一些动力 更有一些责任 创业这三年来的话 感受到的就是 没有付出就没有回报 你要足够的努力 还能拥有更好的一个生活 我未来的计划是 在设计方面更加创新 我想把中华民族的各个文化 融入到我们的设计当中 把更多的款式做出来 做成一个有一定的 知名度的一个品牌